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Mars3世界 我是David 由於今天小弟有點不舒服 所以不出樣子 同樣會教大家 用Ubundo的基本操作 可能曾幾何時 大家也會記得 我們之前用亞馬遜的Lizero 簡單做了一個網站 我們這次純粹用Ubundo裏面的指令可以創建網站 如果有興趣看Lizero 如何創建網站的話 可以把我們的連結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如何安裝 Web Server裏面的東西 在Ubundo裏面 通常我們都會使用到Apache2的 Web Server Apache2很簡單地做一個安裝 在Ubundo就是打apt install apt是一個專門用來管理一些外面的 Open Source 軟件的程式 只要按apt install 再配合 安裝什麼就可以了 我們這次要安裝Apache2 所以我們要按apt install apache2 按了之後 它說你不是Wood的用戶 Wood的用戶是什麼意思呢 在Ubundo 或者Linux 來說 Wood是代表管理員的意思 所以我們要把自己的用戶升級成為管理員 我們就要打這個指令 sudo-s 就可以把自己升級成為管理員 按了之後 正常應該要打密碼 按完密碼之後 你會看到的字頭是Wood的字頭 你可以打apt install apache2 好 安裝 它需要一些時間去下載 以及做一些安裝的程序 在安裝的時候 它會下載 所以大家要確保 網絡也要在在線當中 安裝完了 我們也可以簡單地拿回這個ifconfig 我們會看回現在的網絡狀況 同時 我們會看回現在的IP地址是什麼 現在是192.168.1.121 我們去到我們的搜尋 我們去打192.168.111 你就會看到 apache2 ubundo default page 代表我們現在的網絡 server 已經建立了 好了 今集就是這樣 我們下一集就會繼續教大家 如何在Woodle上做你的操作 從而可以使得一些網站 或者你的webpress 都可以建立得到 好了 今集就是這樣 如果覺得這個影片是有用的話 大家分享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 我們下一集就在這集 我們下一集就在一起 我們在這裡 拍到 我們下集了 我們下集團